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我已經在那邊結束了 你想怎麼樣? 我設了一個炸彈在你老婆 另一個炸彈就在你的伙計上 你只可以二選一 按A制救你老婆 按B制救你的伙計 不知道你會救誰呢? 上邊, 你好卑鄙 你幹什麼?你就繼續罵吧 都在倒數 快點按吧, 過來按吧 還想?快點按吧, 按吧 老公 我會救你的 我不想死, 老公 駱Sir, 裡面的情況怎麼樣? 一個是我老婆 一把是出身入死的火機 快點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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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ry, 這個新的單元劇 製作挺認真 看的真的挺好看的 但是總是有些地方 好像不太舒服 我又不懂得怎麼說 大妹, 你怎麼看? 劇本這件事很主觀的 各司各法 不如問問阿朵朵的觀眾吧 是 不過… 問我就真的適合了 我覺得Terry真的做得很有型 想被我放開我老婆 這麼多辛苦 一枝進去救我老婆 還要陷入兩難 看見我鬼才這麼勇敢 幸好最終能救得到 真的很甜蜜 我也覺得很甜蜜 男主角一定是巨蟹座 以後我也想找個這麼小的男人 那男士們呢? 還用問, 我當然是救我寶寶 你呢?你怎麼看? 我不是這麼看 為了救一個人 犧牲了這麼多人的命 破壞了很多家庭 那不自私嗎? 愛情一向都是自私, 是不是? 現在你老婆 跟兄弟相比, 當然老婆比較親 你哪有兩全其美 弟弟的意思我很贊成 不過在這種環境之下 正所謂親屬有別 很難有大愛 但每條性命都很寶貴 每個人都平等 如果被罪了我 我一定會先犧牲 你真傻, 現在叫你死嗎? 你老婆死, 你任由你老婆死嗎? 嫁著你就死吧 死也沒辦法 如果她嫁給我, 就一定明白我了 所以如果真的要選擇 一定救多人那邊 你也沒有老婆 你連拖友也沒有 當然嘴巴嘴巴說 假設那個不是你老婆 是你老爸的女公 你女公有事就找了 你寧願教女公救兄弟 女公的兄弟… 這個假設性的問題 我想要等實際情況發生之後 才能回答你 答了等於沒有回答一個逃避問題 吃水果 吃水果 你們說了, 看見那個死者是否值得 這個跟1967年哲學家 菲利帕福特所提出的 一個電車難題, 滑梨問題一樣 即是說一輛失事的電車 正要撞向前面的五個人 但撞前可以駛向另一條路軌 但另一條路軌上也有一個人 那究竟應該炒向那一個人 還是炒向那五個人呢? 這是一個哲學的問題 其實沒有答案的 對, 等於媽媽和老婆 一起跌到海邊的先 根本是找郊喊 但如果真的發生 一定是救親人 就是了 如果沙華和你們一起有事 我想也不想, 全都犧牲你們 絕對認同 做人當然是自私 怎麼會這麼理性 即是一致裁定 阿遠的臭小子只是死靜把口 如果有起事上來 他肯定會救他的親人 而且不會犧牲自己這麼笨, 對吧? 怎麼這麼笨 人哥 我昨晚不是託你幫我們 粉絲製造旅遊發展局 收拾風景照片 你收拾好人嗎? 有嗎? 什麼? 收拾好了, 傻小子 看看 包你們的草原 要有客似雲來, 看看 謝謝, 人哥 欠你一個人情 放鬆 你們有沒有事? 有沒有事? 對不起 熊仔, 你們這麼不小心 幸好有阿遠幫我們擋住 我拿一袋毛巾給你們 給你們 他很可憐 謝謝 他可憐?那我是什麼?東欣公? 湯圓, 你這個臭小子 你做英雄 你把我和我老婆糟了 你一張仇報 人哥, 對不起 我打算犧牲自己, 幫他們擋住 我沒想過連累到你 要這樣吧 你老婆有什麼損傷 我賠給你 再多欠你一個人情 我老婆出水了 你怎麼賠? 阿遠真是犧牲自己 說得出, 做得到 人哥不好意思, 等等 你怎麼行? 拖羅舅舅? 什麼? 小姐, 多吃點 我每個星期就期待這一頓 下個星期我聽到刀剎麵師傅 和哈馬全藥 保證吃得我們兒子… 許先生 下個星期我不能和你吃飯 為什麼? 是不是那個臭鬼龍蝸在這裡 坐頭坐小? 不是 是 你也知道我們睡小隻族 是不多過的經濟特區的 輪延短短短短短 最近和我們發生了一些衝突 準備要開展 所以我身為藍丁 一定要回去迎戰 這是我的責任 不是… 我已經和大龍山請假 明天就走了 所以今晚之後 不知道什麼時候 可以回來和你吃飯 你好好保重 我到時候回去收拾人 告辭 兒子… 你要去粉西疾族打仗? 是呀 所以現在我把地雷集團 暫時交給你管理 你想清楚了嗎?打仗 子彈沒有眼,死人了 我始終是粉西疾族 紅豆油長的金刀父母 之前我因為逃避一仗 就被阿遠說我不同族人 和妻子共同進退 所以他一直看不起我 不認我這個老爸 我不能他一錯再錯 我要做一個男子漢 我要上戰場 挽回阿遠對我的觀感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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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酒店正在開著作戰會 我們進去看看 我不想死 閉嘴 我已經請了一對姑娘 給你保護我們 那有什麼問題? Case 你怎麼在這裡? 因為姐夫在這裡有投資 就叫我來看看什麼環境 才決定切不切 你姐夫當然想起這種傻傻 很多人陪伴也好 誰? 進去開作戰會議 誰都不認得 不是…我認識他們 別裝了, 走開 別裝了 拖鶴大舅 阿遠, 我雷公 快點出來叫我 他不讓我們進去 阿遠 放下槍 叉毛 你來幹什麼? 因為上次我逃避的仗 令我含恨至今 所以這一仗我不會逃避 我會和你並肩作戰 我只幫姐夫派出生意的情況 打了什麼別遇我 我不想死 你們進來再說吧 拖鶴大舅 我聽好了 其實這一場戰就是… 大舅, 不用怕了 我已經請了一雙背鴿來保護我們 還有, 這件超級的避彈衣 是太空科技的產品 連大砲也打不進去 阿遠, 你先穿著 還有一雙運過來 是否有什麼誤會呢? 雷先生 不如你先看看我和舅舅那件戰衣 這件戰衣好像薄癡癡 還紅當蕩, 像箭靶一樣 你怕地人看不到嗎? 你們再看清楚一點 這次像以前我們聯交所 股票、經紀的衣服一樣 對, 大時代那件 你們說得沒錯 這件是我們粉細質族證交所的衣服 我和舅舅打算連同財政部的人 在股票市場 和斷斷續續那群大鱷打過 你所說的戰爭 原來想打經濟戰嗎? 沒錯, 最近斷斷續續 三度惡性拋售我們粉細質族的貨幣 衝擊我們的匯率 不僅使我們經濟大跌 還令人人心惶惶 所以我們打算動用大量的外匯基金 在股票和企貨市場大舉立貨 將指數反彈, 抗衡炒價 袁林, 原來你的財經這麼厲害 他雖然主修龍武器, 副修回計 但他曾經在課餘時間 寫了幾篇經濟學的論文 還登上一個國際學術期刊 經濟部也想邀請他做分析師 所以你這次請他回來做參謀 不好意思 上次可能我說得不清楚 所以令你誤會了 其實現在打仗不再輕動刀動槍 如果真的逼不得要去打 也打經濟戰吧 你們也幫不了我們 回酒店休息吧 現在也不用打仗了 為何這麼仇? 我怎麼會這麼仇? 原本我打算那兩仔爺去打仗 就戰死沙場 那地雷就是我的 我怎麼知道去打經濟戰 我已經算錯了 我還怕死 私人給了那些僱傭兵來保護我 我現在真是虧得入獄的陷阱 活該你死 胡先生 什麼人? 我請那些僱傭兵 對了,胡先生 既然現在沒有仗打 我們也要收隊 接下來把尾數收好 行,我準備好了 來,你的 為什麼? 為什麼只有一半? 還有,沒有計算你的保護費 那現在也不用打仗 你也不用保護我了 有一半就好了,把他袋子 你不守諾言 不是我不守諾言 是我老闆不守諾言 與我無關的 什麼雷工這麼壞? 你不雷工,自己去打 我也要命拚 我怎麼可以不抽些油水 是嗎?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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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嘻,你也在嗎? 我今天很開心 是 今天一開始 阿遠入了很多外匯 能夠守住粉西雜族的壁職 令斷斷著作,不能夠繼續 我想還沒結算日 那些人一定會蓋旗離場 一定… 原來阿遠玩遊戲這麼厲害 突然我把地鑾交給他 一定更上一層樓 恭喜… 你很開心 各位… 全場是我的 有錢請人喝東西 但不回應我的手 什麼手? 不把你抓回來的拔刀 對不起自己 掌握他們 撐住 你爸爸和餐廳所有的人 已經在我手上 救命… 救命… 我都是花胎,三個人 不要 我知道你在股票市場 賺了很多錢 來上他們沒事 就準備兩億美金 你冷靜點 給我考慮一點時間 不要 不要 有錢不得服 就住手 阿遠 裡面有這麼多人 還有你爸爸在做 我不會向我勢力擠 不要 觀眾 為他派人 掃到外面 好 呂公和你倆鬥有職場 就由我來看 他們是生在死 都拿來當擋箭牌 不要…想死 是呀 你只有這句嗎 撐住 撐住 阿遠一會兒會派人來救我們 你得把口 你自己還沒震撼 閉嘴 信不信我毒下你們 不要… 管曹 內功努力 帶軍隊 工人物力 我們好多兄弟 已經喜喜討餐了 管曹 我們已經將這裡重重包圍了 放了所有人志 出來投降 是,都說阿遠厲害了 關曹 投降吧 是呀,投降吧 就算我死 也要抱著你們 一窩窩 不要… 我不想死 不要… 關曹 我已經守了承諾 一個人來和你單對單談判 我勸你也不要再掙扎 放了他們吧,氣喊投降 我知道我不能 不過也要他們付出代價 你想怎樣 這個是… 我已經放了師科債藥在人質上 這裡有兩個債 A,是經理室 裡面有你爸爸他們三個 B,是餐廳的人 還有一個桃貓胎的大妻子 一千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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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吵 你到底傷什麼 玩耍吧 A,救回你的親人 B,就救回大妻子他們 好,我留下跟你說 我代替他們做你的人質 你放殺他們吧 我就是不殺你 看你怎麼選 正在倒數 媽媽,我去到家醫院 他一定按A隻來救爸爸 不是,他很另類的 我見識過他這麼多不少 為什麼 不是,他還沒死 死了… 秋謀祥一定會救他爸爸 還怎麼救我們 是他 女兒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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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是雷生他們三次人病 另一邊是一幫無辜的市民 我應該怎麼選 快點 怎麼這麼飽 是呀 好,都說他是我兒子 他一定救爸爸 但那邊好像沒有爆 這些是我們草原特製的定經茶 靜心安神的,趁熱喝吧 剛剛收到軍方的消息 這張軍曹的人全捉了 好… 還有一個喜順 斷斷續續那邊,敗退離場 我們不用等到期貨結算日 就贏這場仗了 簡直是雙贏 我先通知者夫 說回來 話說回來,兒子 你怎麼能令兩邊炸彈都不爆 當我不知道怎麼選擇的時候 突然讓我發現到一樣東西 原來這部機器是用AC交流電去發動的 所以我在最後一秒 就飛進去,拔了一個插槽 這樣我就可以同一時間 停了兩個炸彈,救了你們兩邊 對了,兒子 如果二選一 你會不會犧牲爸爸這邊 這些假設性的問題 我是不會回答的 兒子,給我一個答案 到底是什麼答案 你好,雷先生 阿遠,記得這個禮拜日到時吃飯 我記得 對了,你最近不斷咳嗽 我買了一些健康產品給你 到時拿給你 兒子,你這麼有我心 我沒吃就已經喝了很多 我們到時見 好,再見 謝謝 還不讓我捉到你 捉我什麼?仁哥 捉我生人快樂 你還裝模作樣? 你口口聲聲說跟你老爸努力 沒有感情 但現在虛寒紋亂地關心他 我知道了 你當然是經過那個粉絲 一戰之後 你父子倆的感情就好了很多 是,仁哥,你之前說得對 是,經過你一次之後 真的上了寶貴的一課 原來在實際環境之下 親情這件事是難寫難尾的 那以後你就會先救親人吧 那倒不是 我還是堅持自己的理念 我會先犧牲自己 如果真的要二間一的話 我還是會先救多人那邊 犧牲小王 那你又買了這麼多寶品給他 這麼關心他? 我打算最近有時間的話 就多孝順他一點 如果真的再發生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選擇犧牲他,他比他還開心 我沒那麼內疚 你…你這樣也行 仁哥 什麼? 這盤人給你的 你不買這麼多寶品給我 你想犧牲我嗎?我不要 咦… 我以為一 Cay 你不不買我 你不買這麼多寶品 你不買這麼多寶品 我一定是為你 你不買那麼多寶品 要讓你快點 我真的被買這麼多寶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